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和我们观众朋友展示一个这样的赔乐多的一个小鸡蛋 是我们自己呢是DIY手工制作出来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把它打开来 里面还有它的一个鸡蛋的蛋黄和蛋清进行一个混合 那么这个蛋呢是我们自己手工DIY制作出来的 是用我们的赔乐多黏土以及我们的史莱姆粘粘胶进行的一个DIY手工制作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里面是用的是这种荧光绿的一个Cyberstreet 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拉丝 然后做出来感觉的话呢就是非常的类似于我们这个鸡蛋的一个质感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黏土 然后是一个这种黏黏胶口水胶 也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去进行一个揉捏 去进行一个揉搓也是特别的不错 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样把它做出来吧 首先呢是先做好我们的赔乐多黏土的一个面饼 把它摊开来 在中间呢是镶上了我们这个史莱姆的黏黏胶 做完了之后呢还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揉捏 嗯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小方式去把它做出来 然后是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加工 嗯我自己在做的时候呢还是挺有趣的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然后它捏完了之后的话呢会把它里面的口水胶和它的赔乐多黏土进行一个完全的充分的混合 嗯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 如果想看到更多好玩的视频的话呢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每天每周都会定期的推出新的视频 如果有订阅的话呢就能够看到每周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 好了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